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大家晚上好 那我又准备定就是 就是 節日餐做大餐 今天有八菜一湯 那現在就已經五點半了 到底八點半可不可以到飯呢 不知啊 反正 既然是節日飯 我提前就做這個端午節的節日飯 因為便宜嘛 通常我們不會做正日的 留給趁家 那習慣了 今天八菜一湯 那我現在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麼呢 先浸雞 那我之前呢 我就跟大家說過 浸雞其實那些雞湯是很大用途的 那現在呢 這些菜我們都要吃兩斤 十個人吃兩斤菜 誇不誇張啊 這個是我們家裡的 專有的 這個是 這個做法 即是吃法 等一會兒 不好意思啊 喂 怎樣啊 你現在去哪裡啊 蛤 你回來了 那你有沒有看到我WhatsApp那裏叫你買那些東西 浴稅沒有辦法 你去八街買就是浴稅 就是浴稅 就是八街只有浴稅的 你去鮮肉檔那邊呢 它會打好那些浴稅 一匹匹的我估計呢 大概呢 大概呢 就200克左右 你買兩匹回來差不多了 不是急凍那些 鮮肉檔那些 賣水果對面那裏呢 我知道那裏不夠用的 我知道 有 我混在那裏 那裏不夠用的 總之你去八街那裏買兩匹 如果你看它有幾多克 200克就一匹 那你買三匹回來 剛剛沒有一匹 好不好 OK 那其他你照單收藥就行了 麻煩了 好 那麻煩了 拜拜 那 那 即是我們經常都失文魚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們是怎樣做 那 那 海鮮 買回來 先不要管它 現在首先第一件事要做了 就是那隻雞先 那 我先頭就說了 就說 那些雞呢 今晚我就準備好 做完那些雞之後呢 我來做什麽呢 我呢 就是要拿來做這個 做這個 做這個什麽 就是做這個 肉碎魚肚羹 那 那裏呢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另外拍一條片 那 如果要做湯的話 一隻雞 你浸完之後呢 就不夠的 就是不夠味的 那我就買多兩個雞殼回來 那 那雞都是一樣的 就是 照我的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做法 就是 用那個 蘸光雞 那我介紹過很多次了 這次呢 就省一點時間 就不要 不要什麼了 不要和大家 阻礙大家時間了 那這個雞行呢 雞殼 不是雞行 這樣 那 就 隨便呢 就斬起它幾大塊 那 那現在我做什麽呢 就是呢 就拿鹽呢 就醃 醃它 因為呢 用鹽醃過之後的雞殼 或者就是肉類呢 你走去燉湯 走去煮湯呢 它就會有個什麽效果 我說過很多次 大家還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就是呢 自製味精 OK 那很簡單的 就 拿粗鹽 醃一 不是 拿重鹽呢 就醃一醃它 等一下呢 我們呢 就去這個 就是 就是 下去 煮湯的時候呢 就洗乾淨它 然後扔下去煮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大家要求高一點的 想它是 就是 清新一點的 那 稍微什麼呢 稍微呢 就飛一飛水 那就等它那些髒東西 就走了出來 那 那就是 那些髒東西 那但是呢 我就廢話的 整天都偷懶 那 那 稍微 醃一醃它 那等一下呢 我們呢 就拿下去 那這些雞呢 我們就 拿去沖洗它 那 那因為 那個 影片 就是 相關當局 就不願意見到 那些雞頭雞雞腳 那所以呢 我免得黃標 我就不讓大家看了 那 那 這個做這個雞湯呢 就很簡單的 那 我們首先呢 就 切些 帶皮薑 那水呢 就四升左右 拿個大大盒 用四升 那 跟著呢 就 給這個 沙薑 鮮沙薑 然後呢 這個是 呃 我們放少少的香葉 啦 是 那 那 放幾片的香葉 那 還有呢 大家會發覺 我現在呢 就沒有了個爐套的 因為呢 這個鍋呢 剛剛好吸住個爐套呢 那 就 有問題的 那 容易產生毒氣啊 那所以呢 我如果是這個鍋 它是剛剛好 就是那個尺寸不對的話呢 那我就要拆了個爐套 那 平時炒鑊呢 就沒有問題啊 那 就給幾片的香葉啦 那 如果是瓶裝的那些呢 就沒有什麼所謂啊 就可以 就這樣呢 就是 就是 就這樣 扔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 OK 那 八角啦 因為這裡 剩下一點點就算了 那 我就拿一隻 小碗 稍為拿水 沖一沖它 浸一浸它 那 這些呢 都是 一個湯底來的 OK 那 等一下呢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呢 就拿下去浸雞啦 那 浸雞呢 你想那些雞呢 更加香些呢 跟著然後就這樣用啦 放些 蔥 生蔥下去 那 基本上就是這樣了 跟著 然後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調一調味 大家還記不記得啊 看 那 大概呢 就給它是 一匙鹽 兩匙鹽 這裏四升水嘛 每一升水 就加兩匙鹽 所以呢 就要加八匙鹽 三匙 四匙 五匙 六匙 七匙 八匙 然後呢 就要放些雞粉 下去啊 那 雞粉多與少呢 就視乎大家了 那我這裏呢 就放四五匙 左右 好了 那 因為呢 我要煮湯嘛 所以我就不放黃薑粉了 還有呢 如果蘸乾雞的話呢 它本身屬於黃油雞的 那所以呢 浸出來的雞的顏色都會很漂亮的 OK 那基本上就是這裏了 那 跟著就煮滾它 那就有得它了 那這裏呢 就 我作為這個是 就是 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 肉碎湯 那個肉碎魚肚湯的一個做法的 其中一部分 那其他那些呢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拍到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下 待會見 好了 那現在呢 就 翻滾了 那我就 這隻雞已經處理完畢了 那呢 然後呢 我就 放這隻雞下去 那 那 四升水呢 如果是大煲的話 就剛剛好的 跟著 然後呢 我們再放這個雞褲刺下去 洗乾淨之後 那這個時候呢 那 我這個純粹是浸雞的 那我先頭處理了那些雞殼 我就 就隨便它醃 醃到呢 這個雞好了之後呢 我再清洗那些雞殼呢 再放下去繼續煲 那呢 就煲到這樣 我軟呢 就開直之前呢 我就開始處理這個湯 那就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這兩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用來做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煮呢 當然要製作高湯 那製作這個高湯之後 你告訴我那個魚肚羹 怎麼會不好味呢 是不是 ok 那接著我們放下去呢 那我們沖 那 那 做一堆鮮蔥下去 那大家要記住一件事呢 就是如果想是 我們那個雞 可以的話呢 就 等它鮮味一點 更加野味一點 我們呢 就可以 就加些鮮蔥下去 那如果沒有鮮蔥的話 那怎麼辦呢 就落紅蔥頭 切開了紅蔥頭下去 ok 那我現在呢 就馬上去弄它了 那這些呢 其實呢 就可以這樣說 是我們家廚的做法來的 那可能有些朋友仔 看不慣 就說 喂 你不是準備完才拍片 反過來 我是要煮飯才拍片 如果我準備完才拍片的話呢 我就會浪費多很多時間的了 那這個也是我自信心的表現 喂 我怕什麼給你看 我做錯就做錯 或者做得不好就做得不好 我最主要的就是 想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過程是怎樣做的 總之就是一句說話 有的 就是大家覺得做得好的 就讚一下 做得不好的 那就以此為鑑一下 就是下次大家做的時候 就不要跟著我這樣做 ok 好啦 好啦 跟著我們沖洗了這些沖之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呢 是稍微拿一拿它 為什麼呢 這樣呢 就可以做回 做個沖頭 拿遠它才做到沖頭的 但如果你不拿遠它的話 你去做個沖頭 這個沖頭就會爛的了 會斷的 ok 好 跟著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再下酒 好 那這個雞呢 我們就稍微呢 稍微呢 就是 幫它呢 按一按它 那本身呢 這隻是黃牛雞來的 所以呢 就 可以很漂亮的 即是那個黃色呢 我們不需要做特別的效果 都可以黃得很漂亮 那現在呢 我就等它翻滾 那 那 因為浸雞呢 就 可以呢 到其時呢 就是冷吃都可以的 那所以呢 我們做節日菜的時候呢 做浸雞啊 我們就可以呢 就是 先做了雞 跟著之後 其他那些浸雞的期間呢 我們就可以做其他事情了 那 那大家可以見到這隻雞呢 我一 我一 拿滾水去浸它呢 就是淋它呢 它那些 雞皮呢 貼伏了之後呢 那些顏色馬上呢 就變成金黃色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這個湯呢 就浸它的時候呢 就有了第一層的這個是 第一層的這個是什麼呢 第一層的這個雞味啊 跟著之後可以上蓋了 那 跟著下來 浸雞那裏呢 大家 如果想看的話呢 就去回專門那條浸雞片 看有很多浸雞片的 幾條了 有豉油雞都有啊 那 這個呢 跟著下來呢 我做呢 就不給大家看了 下一個速度呢 我就會是 處理好那些 那些 那些雞殼之後呢 我就直接拿進去熬湯 這樣呢 就做這個上湯 等一下呢 就拿來做這個是什麼的 做這個 就是 那個肉碎湯的湯底啊 OK 那這裏 大滾之後 再焗它30分鐘 那這隻雞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那想看我怎樣浸雞的 麻煩大家去回我 有很多雞啊 有 有泰式浸雞啦 有這個 有這個 浸江浸雞啦 有這個 隨便的 白切雞浸雞啦 跟著之後 也都有 豉油雞啦 各種的雞 我很多雞片的 沒辦法啦 因為香港人和廣東人呢 很喜歡吃 什麼 雞的嘛 OK 好 那下室見啦 好了 那 那我們就 做完雞啦 跟著 那個雞湯 我們就放在另一邊 現在呢 我就要和那個雞殼 就飛水啊 那 那 那些雞殼呢 用重鹽呢 就醃了它 那我先頭就 浸雞浸多久 跟著之後呢 我就照樣 就醃了多久 就是啦 那就要拿水呢 沖乾淨它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拿下去 飛水啊 那在這個期間呢 我這個呢 這個雞湯呢 我就要 將那些香料啊 蔥啊 全部拿出來啊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我繼續煮下去的話呢 就是這些香料呢 就會是 非常之是 刺鼻 就是刺口啊 刺激喉嚨呢 就不好味的 OK 那就全部啦 花椒八角啊 薑啊 那些全部 那些 就是 咦 這裡還有一塊啊 那那些 那些 香料 就全部呢 就要做出來啊 沙薑都要啊 那你寧願呢 就是待會兒 我們再切些薑片下去 那薑片去燉雞湯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很好喝的 清雞湯就是這樣做的啦 那大家呢 沒見過呢 就說我是怎樣去做那個上湯啊 那家廚有家廚的方法啊 那因為等下呢 我會做那個 就是 做那個 魚肚湯啊 肉碎魚肚羹啊 所以呢 我就要做這個上湯啊 如果不是呢 那個湯呢 就不夠味啊 那把所有的香料 刮出來 有這麼多就刮這麼多啊 那那些雞腳啊 雞頭啊 那些呢 就全部要回來了 那我繼續給它出味 那那這裡 稍微呢 飛一飛水它 那主要呢 大家會見到呢 這個 骨頭啊 或者是肉呢 飛了水之後呢 會有些泡的 那些呢 就是不乾淨的體液啊 無論是血也好 什麼都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就要回來了 那本身呢 這個鮮頭已經調了味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基本上我這樣做完之後 等下我湯都不需要調味的 就這樣 直接呢 去煮那個魚肚羹啊 那這些薑片呢 我們呢 就放回去吧 大沙薑片就不要要了 這樣 飛水 現在呢 我們呢 就要做熟它先 那那越煮的那些 蜆就越多啊 那我現在呢 我就將是 再切多幾片的薑片 我先說清雞湯拿薑片去熬它是特別好吃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過清雞湯加蛇肉 我就不止吃過一次 而且那條蛇是我抓的 你這麼大膽 總之有方法 我家人看到我們幾表兄弟 抓了兩條蛇回來 今天我就做一隻老雞來做個清燉蛇湯給你喝 真是不得了 好喝到一世難忘 幾十年之後我到現在還記得 差不多滾了 那就OK的了 不用讓它大滾 最緊要就是現在越煮它 就越多那些泡出來 就這樣給薑片 這個是給雞殼 雞殼 這裡就有兩個雞殼 等一下我等那些雞 就再冷卻了之後 就是那隻白切雞 我就會拆肉 拆完肉之後 我就再拿回那個雞殼 拿下來繼續燉 OK 那就搞定了 然後這裡要煮多久呢 我們就開了火 就用小火慢慢燉 慢慢燉 燉到我要用為止 現在就六點半 那那個湯呢 我估計大概七點半至八點鐘 我才會煮的 所以呢 這裡就有差不多一個幾兩個小時的時間 雖然呢 就不是最完美的時間 但是 這個呢 就已經可以令到這個湯底 就非常之濃郁的雞味 好了 跟著這個就 我就先是 倒了它 我先頭在電話裡面 大家聽到了 我竟然不記得買豬肉 那 我們呢 只需要呢 就是 隨便可以了 那當然最好的是什麼 當然我平時用一般肥瘦持底肉 那但是呢 沒有辦法了 那所以呢 我就在超級市場 叫我兒子 那就 買了四匹 這裡大概一斤左右 八個人一斤肉 不貴 不過份 是不是 我拿回 那我現在呢 就開始醃肉了 那其實呢 你做肉羹 即是肉碎羹的話呢 就 不是很難做的 不過呢 我知道呢 很多人呢 就會做到那些肉呢 就 非常之糟糕 大家知不知 怎樣可以令到那些肉 就很滑 即是做肉羹 啊 知不知啊 那 舊的觀眾呢 應該猜到我想做什麼的 因為我在其他的影片 我最低限度有兩條片呢 我是做過這個做法的 這樣呢 就會令到那些肉碎 就非常 我們做肉羹呢 就非常 那些肉碎呢 非常滑的了 啊 忘記了嗎 那告訴大家 就是 醃呢 我們就一樣是這樣醃的 然後呢 等一下呢 我淋下去 淋下去 那些湯之前呢 我是拿這個凍滾水呢 就是 溝稀 那些溝稀 那些溝稀 那些肉碎 那呢 我們做下去的湯呢 那些肉呢 就不會黏在一起 而且呢 就非常之嫩滑的 因為它快熟的嘛 OK 那這裡一斤 那我們就加一斤鹽 那一樣是這樣醃的 糖就一斤半至兩斤呢 那時候呢 就好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呢 就 一點點的胡椒碎 或者胡椒粉 跟著完之後呢 或者胡椒粉 跟著完之後 生抽 呢 一茶匙 到 呢 跟著完之後 有蠔油,一茶匙左右 好,接著就麻油 一般我們醃肉餅,蒸肉餅的醃法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肉羹 所以我想它比較香,我就放多一點點麻油 接著之後 我們就 生粉,生粉因為做肉羹可以多加一點點 接著之後 我們就要加一點點水 水是多少 四份豬肉一份水 就是這樣,接著之後 我們就攪拌它 主要有兩個方法 因為今天太多東西做 我就不打算太亂了 廚房 我就不打算洗手 所以我就用筷子攪拌 怎樣攪拌它均勻呢 用一隻手指弓,打叉 打叉,看不看到那些筷子 那些筷子攪拌 大家看著 現在是否還是粒粒分明 我這樣攪拌它 順時針去攪拌 這樣就很快 這樣就會是起膠 攪拌到它 看不看到,開始起膠了 那為什麼會有起膠 這件事呢? 不單止是因為有生粉 是因為什麼 我下的鹽呢 有分解蛋白質的作用 而分解的過程當中 那些蛋白質會變成 好像臨巴液 黏黏的,黏黏的 然後我在攪拌的過程 這些這樣的液體 又吃回到那些肉那裏 然後就會形成一個黏的狀態 大家看不看到 那 它現在起膠了 我再攪拌它一會 大家看到我明明是加了水 但很快就會 那些肉就會吃光 好了,然後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我們再 封油 這樣就油多一點 為什麼呢? 這樣是可以令肉滑一點的 但是多一點油都不夠 我不是就這樣隨便攪拌 我是要令到它 那些油啊 還有醃料啊 還有水呢 就水而交融 我一下油之後 大家看到那些肉呢 是開始分開的 不是那麼黏 然後我就攪拌它 重新再黏在一起 大家留心那個texture的變化 我經常呢 為什麼會這麼花時間 在這方面呢? 主要就是因為我 給大家看到 其實呢 要看這些細節 大家才學到東西的 我剪到斷頭斷尾呢 然後呢 你不明白嗎? 我再寫多個resume給你啦 這樣 其實大家是學不到東西的 因為中間到底有什麼錯漏呢? 或者是出了什麼錯 怎麼補救呢? 或者是中間有些什麼巧妙呢? 要怎麼為之好呢? 是沒有人告訴你 但是我就告訴你了 我不單止是告訴你 還要是讓你看到 原來是這樣 大家看到嗎? 剛剛下油 它都還是沒有那麼黏的 現在呢 我拌一下拌一下呢 它就越來越黏了 這樣呢 累了 這樣呢 這些呢 就是大家看到那個texture的變化 中間過程是有什麼變化 如果做錯了是怎樣補救這些 就是大家就看不到的話 就學不懂東西的 還有呢 我有沒有做錯到 我做錯了 我覺得自己做錯了 我會說 我是做錯了 然後我會說回我的補救 補救措施給大家聽 是不是? 那大家就學到東西了 就不用學自我那樣做錯的東西 是不是? 那現在呢 哇 很累 因為那個離座開始大了 很大 不要以為加了水 它就很順 它一吸好水之後呢 開始起膠的時候呢 那個離座就很大的 好了 那我就搞定了 你看看 這肉水 看不到一顆顆的了已經 那就搞定了 跟著這個呢 我又任由它 這個呢 我就任由它 就是任由它煲 那我現在用小火呢 那它有一段時間還沒滾 我又開大火它 那大家呢 看到呢 我這個呢 又用回爐套 這個是另一個爐套來的 它這個爐套 有個好處呢 就是它頂起了 這裡呢 全部開孔的 那它那個空氣呢 就燃燒得比較充足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 還一樣化碳 但是 這一隻 我舊的這隻爐套呢 剛剛好整個煲坐了下去 它就遮住了這些位 那些煲氣燃燒不完全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氧化碳 所以曾經有新聞說 用這些爐套呢 就有人中毒進醫院 其實呢 就是使用不當 OK 可以不可以 凡事都是的 所有的工具都是幫自己的 對用與不對用呢 就視乎各人自己的需求 但是呢 最低限度 你要用對的 你要明白那個原理在哪裏 看得清清楚楚 對不對 所以呢 健康飲食就是這樣來的 不只是靠兩句口號 小油小鹽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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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都解決了 對不對 大家說對不對 OK 不說了 那這裡繼續煮了 到待會兒我要煮湯的時候 做個肉羹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待會兒見 好了 那我繼續做了 那這些皮蛋 我又灼熟了之後呢 我就加冰下去呢 就加速它的冷卻 做那個涼拌皮蛋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 這邊就 在煮清雞湯 那這邊呢 我就不是有空的 停了手的 那我做什麼呢 就是做 做這個馬蹄 那馬蹄呢 大家可以買 就是一包包 已經是做好了的 那如果 想新鮮些的 那當然是自己 批皮 那 洗乾淨之後呢 就慢慢 就慢慢 好像批蘋果那樣 那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拿來做呢 就是那個 那 就是拿來做那個 那個什麼呢 拿來做那個 那個 魚肚肉碎根 那馬蹄用多少呢 那 就視乎大家的 需要 需求 那不是說 一定是用很多 也都不需要兩三塊就夠的 那 有些人喜歡吃 就是那個口感 挺有趣的嘛 爽爽的 甜甜的 那 到時候呢 我們批完皮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就是 拍碎它 然後放到那些湯那裡 那不用怎麼煮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些馬蹄不用怎麼煮的 就讓它 一煮滾就能吃的了 所以呢 就是我們 我媽媽 這幾十年以來 最喜歡的 就是浸完雞 跟著就做個 肉碎馬蹄 這個 肉碎魚肚羹 這樣 這樣就可以 勿盡其用了 OK 那 鏡頭就很乾淨 就是很 就是很少東西 但是其實 今天要做八個菜的 那 那 下一個書見 看看我接下來 又做些什麼 好了 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 煮那個 啊 這個 肉碎魚肚羹 那 那 那些湯呢 都差不多了 那就 先是 將那些湯呢 就換了個鍋 跟著之後呢 我們繼續開火 那 這個時候呢 其實呢 這一次呢 我就國際大合作 喂 那些魚肚去了哪裡啊 哦 那 那 我媽呢 就自己 就是 我們漁民的傳統 啊 自己炒 我都講過個故事的啦 自己炒 炒魚肚 我老爸說 張穿我的鍋 真是 沒得生氣啊 沒有仇報啊 那 那 我們呢 自己炒魚肚 買些花膠回來啦 那 第一啦 自己炒的魚肚 就真材實料啦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 會便宜很多啦 OK 那我們就放很多 說這裏 一整根幾呀 發了之後 有沒有根幾呀 啊 是呀 那你用了幾隻呀 用了十 十二隻 很大隻 貴不貴呀 兩千多元 兩千多元 聽到兩千多元 其實兩千多元 是以個 花膠魚肚來講呢 根本不貴呀 如果是貴的那些呢 就成千萬的 那 煮好熱啦 然後呢 不用煮啦 我拍到的啦 啊 就這樣倒下去就行了 就這樣倒下去就行了 我用什麼煮啊 這些湯來的嘛 是呀 你不用緊張 有竹生的 有竹生的 就這樣煮開它就可以了 是不是呀 OK 那 我媽呢 就已經是在她自己的家 就煮爆了啦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哈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先是 那還有很多湯剩下的 那慢慢用啦 那現在呢 就煮幾個字先 那等一下呢 我們煮好了之後呢 那這個肉碎呢 這個肉碎呢 關小火 還沒滾呀 滾了才關小火 那這個肉碎 是不是用水溝開它 這些是我們傳統的 我的師傅在我後面 沒有那麼濕 如果不是一九九 我知道呀 你給一些冬湯來 搞 我知道知道知道 那些湯比較鹹 那冬水算了 是啊 那冬水算了 不是等一下那些湯就 因為我這個呢 我先洗那個雞殼呢 就不乾淨呀 就是洗得它不夠徹底呀 變了呢 這個湯就比較鹹啦 那呢 那這些呢 我們就要去補救了喔 那補救呢 就根本上呢 這個湯呢 就不用再調味的了 這個是第一啦 第二呢 就是我們開的肉了 那我也做過幾次 給大家看 就是那個肉碎呢 就拿這個冬水開了它 那呢 做出來的肉碎呢 就會特別滑的 大家有沒有跟著我做呢 肉碎粥也好 其他都好 是啊 放了一滾就可以了 是啊 一轉式就可以了 是啊 這樣就可以令 因為呢 其實這些肉類 就剛剛好熟呢 就最亂 不需要特別的化學品 什麼都不需要 但是如果我們不拿 預先拿這個冬滾水 搞稀 就是呢 現在呢 就黏在一塊塊的嘛 它一預熱呢 就整塊這樣 那麼大塊的黏在一起 那變了它就難熟了 難熟你又要煮到它滾了喔 就是煮到它滾了很久了 那這肉就老了 那原理就是這樣 那如果是大家呢 就是跟著我做過的話呢 就OK的了 那就知道了 那跟著之後 那 我們呢 等一下呢 都還要 視乎情況呢 我們還要把那個芡下去 讓它稠一點點 就不要太過 就是好像普通湯那樣 那就變成呢 這個呢就是 肉碎魚肚羹 是簡單做節日 那這邊就浸完雞 跟著這裏又做個湯 是不是密鑽其用啊 還有我這個湯啊 我可以用很久的 我可以裝回它呢 我來這個高湯呢 我來呢就是 煮湯也好 滾湯也好 就好過呢 你純粹是用清雞湯 清雞湯是不夠味的 那我先頭也跟大家說了 嘩 如果用薑去煮老雞加蛇 嘩 那些湯真是 我這一世難忘幾十年都吃不回來 現在哪裏有新鮮蛇吃啊 是不是 我以前就自己捉蛇 可能你不記得了 你記不記得我和阿欣他們 捉了兩條蛇回去 然後 然後阿茅說 做蛇湯就這樣 做隻雞 不是蛇羹 直接是蛇湯 是啊 龍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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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苦 吹完水了 等它滾 滾了之後呢 我們生小火 大概煮它十分鐘左右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 溝起了肉碎啊 加這個馬蹄啊 加這個芫荽下去 那些馬蹄放下去 要滾 要滾一滾 我師傅說要 我呢 就喜歡它生生生的 都是生的 都是生的 那現在呢 我知道是爽 你就算煮了也是爽的 那現在呢 這樣呢 就煮一煮它 連上這個魚肚 煮一煮它 本身呢 我已經夠味有味的了 那所以呢 就記住 就不需要再調味的了 那等下 如果你說怕著說什麼的 下一點點糖提鮮 那就OK了 那這個高湯就完成了 好了 那它就開始滾了 好嗎 跟著就是大滾 之後關小火 煮十分鐘 有啦 有什麼粉啊 番薯粉可以嗎 有木薯粉 不過我不想開 不想拿出來 木薯粉好些嗎 不是番薯粉滑些嗎 哈哈 用番薯粉 OKOK 大家討論 就是用什麼粉 都不是一個問題 那我 我跟我師傅在商量 到底是用木薯粉 番薯粉 那我本身呢 就開了些番薯粉 在這裡 那我就用番薯粉也可以 那我媽媽呢 就說她是用木薯粉 就滑些 其實是結些 結些不是滑些 OK 那木薯粉的特性 我之前在腸粉那裡 都跟大家解釋過了 那大家再去回 那個腸粉那裡 就去參考一下我的解釋 那開始滾了 大滾了之後呢 我們上鍋蓋 那若你一滾 一滾它 那就關小火 關小小火 那就等它 慢慢滾它 大概十分鐘左右 那十分鐘之後呢 我們呢 我們當煲粥這樣煲就可以了 那馬上就 那馬上就 下那些 是的 下那些 即是 混過水的 這個是 肉碎 跟著然後再打蜆下去 放芫荽 搞定 OK 那下一節見 好了 那 弄了幾個字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要拿這個 是 凍滾水啊 那如果大家呢 看過我那個 就是 煮粥 肉碎粥那個 大家就知道了 那 給多一點點 凍滾水都不怕的 那呢 我們就要攪稀它 攪散它 那 大家看到我很多肉 是啊 我們吃肉都夠飽的了 那現在攪稀了 都還不夠稀哦 繼續加水 那這個呢 我就 用小火 慢慢煮它 煮了超過十分鐘 然後 不夠水 繼續攪 攪到它呢 就好像那些粥 稀粥那樣 這樣呢 就是我們做肉碎粥也好 肉碎羹也好 一個亂滑的一個 巧妙 那大家也都看到呢 我已經開了鎮 對了 我煮完湯之後呢 就開始煮 煮這個什麼 就煮這個炒菜 那 已經煮了個雞 外面他們來了 就有 有雞食 有這個涼拌食 那這個也是 就是我們做這個節日菜 這個是 那個流程 還有那個做法 然後呢 我們呢 大家看到呢 那些肉呢 是很稀的 啊 不是很稀的 那我 不一定要放光下去的 啊 如果多個頭的話呢 那就留一點點 那 那因為呢 我們開稀了那些肉之後呢 那那些肉呢 就可以是 就是比較上呢 就是容易熟 容易散 容易散 就自然容易熟 那其實這個技法呢 除了是我們傳統的 就是我媽媽媽媽那一代之外呢 其實呢 大家少留下 留下 那些粥店 都是這樣的做法 那現在呢 肉的已經開始轉色了 跟著然後呢 我們就 啊 放在這個 是 芫荽啦 那 喜歡吃多少 就放多少 沒什麼所謂的 好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拿這個薯粉 就不是用生粉了喔 用薯粉 那呢 番薯粉也好 生粉 木薯粉也好 那 那個份量呢 就多一點點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開稀它 那我這次呢 因為是湯啊 那所以呢 我都是用這個 是 用這個 凍滾水啊 那 不用一定呢 就不用是 再煮滾它了 因為這些呢 最重要是熟 那 還有呢 因為呢 我這個 就是湯啊 就已經是夠了味 我之前我做的那個上湯啊 我已經調了味啊 那所以呢 這裡呢 我就完全就不需要 再調味的了 那 然後呢 稍微 開大火啦 好 我等它呢 弱量是煮一煮的 那 那我拌碎了之後呢 那些肉碎呢 就很散的 大家看一下 那我現在呢 試一下味 基本上就OK的了 嗯 已經味夠了 連糖都不用加了 夠了鮮味 那這個呢 這肉碎呢 大家看到有一點滾了 好了 關火了 為什麼呢 知道嗎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這肉碎呢 就會過熟了 大家看一下 這肉碎熟了 嘩 嘩 嗯 好吃啊 那 那呢 我做一個總結啦 今天呢 其實呢 我也做漏了很多東西的 包括呢 我怎樣去發那個魚肚 那其實呢 如果大家呢 是簡單一點去做的話呢 就去這個凍肉店 或者是這個糧牛店呢 其實有化好了的這個 這個 這個魚肚賣的 不過呢 他們的魚肚當然就不夠 我們自己做 先留我媽媽都說了 兩千多元 其實可以拿 蛋花的 哦 哦 不要緊要 你這件事說得 那我媽媽說呢 就可以呢 其實漂亮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放蛋花 都還可以 好的 這個呢 就視乎大家喜歡了 至於呢 這個呢 其實呢 這個時候呢 那個羚羚都還不夠激 的 如果大家喜歡激一點的話呢 都還可以激一點 那就記住了 那 怎樣去拌肉碎 怎樣去 我們下之前 去混淆它 記住 不要懶惰 既然你都是這麼多水 我不如多下些水去拌 再拌完它 那就一样做少些工序 不行,一定要拌那些玉碎 拌到它起了膠 然后倒回头再加冻水下去 沾起它再放在这个羹那里 就这样才OK的 行不行,那就记住了 千万不要偷懒 有些东西真的不能偷懒的 然后我们做了之后 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是智日饭 那我们先浸了鸡 浸了鸡之后,那些鸡水就不够味 我们就把那些不要的鸡脚、鸡头、鸡颈 就全部拌下去 然后再买多两副的鸡壳 那个鸡壳我们就要用这个盐 就腌一腌它 腌完它之后,冲净它 再拌完水之后就拌下去 就煮它大概过两个小时 最少的了 就只要你煮那一餐饭 你要煮多久就多久 然后呢,这个清鸡汤呢 其实会比在超市买的 就是什么牌 什么牌 什么生的那些呢 其实是更加惹味的 为什么呢 我们煮的鸡汤 我先来解释过了 我们只用姜片 只用盐 只用鸡壳 煮它一两个小时 其实那种味道已经是天上有 地下无 人间美味就在于此 行不行 如果大家做炙日饭的话 为什么要做炙日饭才做这些东西呢 因为炙日饭 我都做了四个小时 那四个小时 大把炉头就会空着 那你就可以做这些东西 然后呢 这个这样的 我这个汤呢 我刚刚先头喝了 是餐厅级的级数 当然你说买相漂亮不漂亮呢 就见仁见智了 还有呢 既然说得它跟着的话呢 我这个呢 我就嫌它 就是稍微 稀了一点点 那下粉要下多少呢 那就要大家慢慢去试的 行不行 那除了这样东西之外呢 今天呢 这个汤呢 我觉得是perfect的 味道perfect的 口感perfect的 唯一就是不够稠的 那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做 多谢大家收看 我是在干啥 我跟着下来 我一收机 买买买买买买买 炒菜出去的了 那这一个 那也是我们家厨的特色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就是很多家厨呢 这儿下一段说 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 这个汤 跟着一起做 那那 那个鱼肚再说一次了 自己不识法 不要紧了 去冬奥店是有得买的 完整的鱼肚 不过呢 我妈妈炒这个鱼肚了 大家是否看到海森的顏色 炒得很漂亮 口感是比凍肉店發出來的 那些是便宜貨品 我覺得那些是有一點聲音的 看看自己可否斟酌一下 這兩千多元一斤 還有你去凍肉店買幾十元就一包 你自己計算吧 不妨礙大家了 希望大家終見 拜拜